印度战争史的奇迹 21名大兵确战1万敌军 为了干掉敌方女狙击手 主角愣是用望远镜加步枪 组成一杆八倍镜大局 一枪将其送走 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欢迎订阅铁哥聊天养 今天铁哥给大家带来一部 印度战争动作神剧 凯撒里 影片开始 在印度与阿富汗的边界 军人伊莎正在和战友闲聊着 突然他听到一阵惨叫 过去查看 发现是阿富汗一个部落的首领 灰胡子 要杀害一名女子 伊莎想救人 不料队长却拒绝了 他认为此事与他们无关 命令伊莎撤退 不要招惹麻烦 可伊莎于心不忍 还是违背了队长的命令 就在女人将要被杀死的那一瞬间 伊莎犹如天神下凡救下了她 只是英雄救美是需要代价的 伊莎很快就陷入了阿富汗人的围攻中 不想她战斗力着实惊人 接连打倒几十人 在一群阿富汗人的包围下 越战越勇 犹如无人之境 随着敌人越来越多 伊莎终究还是寡不敌众当众被俘 虽然她已经做好了死亡的准备 但是让伊莎生气的是 灰胡子竟然还要杀人诛心 打算践踏伊莎他们民族 视为生命和荣誉的头巾 她的战友们不能忍受 同伴遭受如此屈辱 纷纷现身 不仅救出了伊莎 还打跑了阿富汗人 不过灰胡子临走前 深深的看了一眼伊莎 结果就在伊莎他们回到药塞没多久 阿富汗人就袭击了伊莎他们的药塞 其中一名女狙击手打死了多名士兵 战况愈发紧急 伊莎从药塞一跃而下 刚好碰到安装炸弹的阿富汗人 她一枪打死一个敌人 然后挥舞刺刀 直接将敌人清除赶紧 狙击手看到了伊莎向自己冲来 连忙逃走 而自信的伊莎 则紧紧地追着狙击手不放 不想却中了敌人的埋伏 但即便如此 伊莎也丝毫不怂 她举一枪就要直接开杆 打算展示人生中最后的光荣 没成想 要塞的援军及时赶来 救了伊莎一命 不过由于违抗命令 伊莎被调到了萨拉加西要塞管事 等伊莎到达地方后 发现这个要塞的军人 警戒松散 距离涣散 一大群士兵甚至围在一起看斗鸡 伊莎非常不满 命令所有士兵练习摔跤 直到鸡说 让他们不练了为止 结果没过多久 伊莎发现鸡没了 她询问一名士兵是怎么回事 结果士兵说 这只鸡用英语说让宰了他 然后鸡就没了 伊莎都被他们整蒙全了 这事就离谱 伊莎决定惩罚他们两个星期不许吃饭 转身离开 士兵虽然没有饭吃 但他们的精神依旧饱满 他们整天闲聊着各种八卦 擦着皮鞋 倾听着战友弹奏的音乐 甚至打算发生一些超友谊关系 一切都那么欢乐 两天后 伊莎让众人吃饭 听到开饭的消息 大多数士兵都特别开心 但是士兵前达觉得 这是对他们的施舍坚决不答应 并让其他人也不要吃饭 说完后挑衅地看着伊莎 伊莎没有理会他 直接走进屋里 这时厨子说话 原来这几天不光士兵们没有吃饭 伊莎也一直没吃 士兵们都震惊了 他们还没遇到过这种 同甘共苦的战官 他们都被伊莎感动到了 在这一刻 伊莎才彻底融入他们当中 而在阿富汗这边 灰胡子正与其他几个部落的头目商量着 是否进攻英国的这三个要塞 经过沙盘的推演 他们认为以他们的实力 完全可以碾压这三个要塞 只要一天之内拿下 那么这几座要塞 永远就是他们的了 几人商量一番 觉得事情可行 便各自回去召集人手 准备发动战争 伊莎这边一名士兵报告成 他们的一名县人失去了联系 随后伊莎他们来到了 县人所在的村庄大厅 原来这名县人身份早已经暴露 为了活命只能连夜逃跑 后来伊莎得知 村子现在只有一些老弱病残 在忙着修缮清真寺 年轻人都出去打仗去了 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 伊莎看到这样的景象有些难过 傍晚她回到要塞 提出让士兵们帮助 阿富汗村民修缮清真寺 但是士兵们全部拒绝了 士兵们不能理解伊莎 为什么要帮助他们的敌人 伊莎知道这种事不能勉强 她对士兵们说 有资源区的 明天上午一起出发 第二天一早 只有伊莎一个人孤零零的身影 站在门口 可她没有任何不满 一个人在士兵们的注射下 坚定地向着村子走去 村民们看到一身印度军中的伊莎 十分惊讶 这里没有人对伊莎表露出敌意 之后伊莎卸下武器 开始帮助村民们修建寺苗 就在一片祥和声中 一群孩子在还没修好的寺里玩闹 一不小心撞断了一根支柱 一个孩子被砸倒在地 伊莎见状赶紧去救 不想一根支撞横梁的木棍也断了 巨大的横梁 直接朝着伊莎他们砸了过来 伊莎赶紧将孩子护在身下 但等待许久也没有被撞上 等她省眼一看 士兵们都围在她的身边 帮她扛住了那根巨大的横梁 随后众人只用了一天 就帮村民们修好了清真寺 士兵们和阿富汗的孩子们一起玩耍 这一刻他们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 只是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没几天 另一处要塞 向伊莎他们传来了一个信息 有大批敌人向他们赶去 伊莎赶紧查看情况 却什么都没有看到 以为只是虚惊一场时 一阵阵鼓声传到了她耳朵里 随着鼓声越来越大 所有士兵赶紧登上城墙 只见远方地平线上 密密麻麻出现了无数人 他们排上一排 一眼看不到头 灰胡子这时 骑着马慢悠悠地走上来 那名被伊莎救下的女人 又被灰胡子抓了回来 这次他当着伊莎的面将女子杀害 伊莎眼中要怒火山果 但面对如此多的敌人 他还是先将士兵们召集起来 询问他们是战斗还是逃走 因为一旦决定战斗 以双方的人数差距 伊莎他们肯定会全军覆没 伊莎不想以他的意志 来决定士兵的生死 结果士兵前达认为 伊莎想逃走 狠狠地讽刺了伊莎 伊莎对此没有回应 直接穿戴好他们的民族 象征勇敢和牺牲了藏红丝头巾 誓死与阿富汗人决一死战 士兵们身受过务 发誓与要塞共存亡 之后伊莎登上城墙 面对敌人数百张战果 他自己用一个小双面果 隔着近千米的距离 就将阿富汗的数百张骨的声音 全部压制 随后伊莎又拿出了步枪 顺着风 竟然将一名远在射程之外的敌人击毙 挑衅完毕 伊莎静静等待着敌人的到来 在清晨的照样中 阿富汗军队终于发起了进攻 人流像潮水一样 冲下伊莎他们的要塞 伊莎他们在城墙上严阵一旦 冷静地射击 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但是因为巨大的人数差距 还是有非常多的敌人接见了要塞 一名19岁的士兵 面对如此多的敌人有些害怕 他躲在一边不敢开枪 于是被敌人抓住空档 将一颗自制炸弹扔上了城墙 剧烈的爆炸将一名士兵炸下要塞 同伴赶紧去救他 却被之前的敌方女狙击手打伤 伊莎见识不妙 也赶紧下来支援 这才成功将二人救回 但是一个人因为伤势过重 还是不幸牺牲了 不想就在这时 阿富汗那边不仅民进收兵 还挥舞着白旗 想要与伊莎谈判 伊莎知道这是一场鸿门宴 但还是毅然前去 阿富汗的首领告诉伊莎 只要他们投降就饶他们不死 伊莎直接拒绝 表示他们将会战斗到最后一刻 此时阿富汗军队中 有两个人带着数十枚炸弹 偷偷来到要塞城墙 不想伊莎早有防备 手下士兵直接制服二人 并将他们送还给阿富汗人 不想那两人刚回到军队 炸弹突然爆炸了 炸死了一片敌人 随后阿富汗军队再次发起了进攻 他们很快就冲到要塞城墙下 不畏生死疯狂砸着城门 此时更加危急的是 阿富汗的女狙击手 连续打死两名士兵 伊莎这边损失严重 还赶紧让人去门口消灭砸门的人 自己则与狙击手进行对击 伊莎通过望远镜 找到了狙击手的位置 然后灵机一动 将望远镜绑在墙上 一赶八倍将大局就此出现了 只见伊莎站在高丑 意气风发 抬一手瞄准 狙击手的那张脸就在眼前 伊莎一枪直接将他送走 而其他几名士兵到达城门位置 隔着城门跟敌人开枪射击 直到子弹耗尽 几名士兵直接打开城门 用刺刀与敌人肉搏 五名印度士兵面对几十名敌人 从容不迫 奋力迎战 一名士兵劈头散发 撞入蜂膜 刀刀要人命 最后直接将敌人杀得胆寒 不一会儿就将门口的敌人全部消灭 不想此时敌人在远处偷袭 两名大兵被射杀 另一名队友健壮 赶紧掩护队友撤离 关闭要塞大门后重力牺牲 战斗一直在持续 依杀他们即将弹尽两绝 此时阿富汗人凶行大发 他们将同伴的尸体堆在一起 往城墙上攀爬着 人数越来越多 士兵们眼看支撑不住 开始不断有人牺牲 但每一位士兵的死亡 都会带着数倍的敌人一起下地狱 直到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终止了这一切 阿富汗人炸开了城墙 最后的决战时刻来临 此时 依杀对身后的三名大兵 传达了最后的命令 一名年轻士兵负责传递消息 厨子负责给敌人的伤员喂水 士兵前达则在城墙上支援 而他自己则拿起了一把烧红的铁剑 硬钢冲过来的敌兵 依杀半吨 一剑挑飞了一名敌人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精致 所有人都被依杀这一剑吓到 然后他大吼一声 将敌人发起了进攻 依杀每一剑 都将会收割一名敌人的性命 即使现在被几百个人包围着 他也从未退缩 他在人群中冲杀 将敌人当韭菜一般 割了一茬又一茬 随后更是一剑贯穿四名敌人 周围的敌人都被吓傻了 谁都不敢发起进攻 依杀脚边的尸体 铺了一层又一层 敌人抓住机会偷袭 随后被围困的依杀 又接连挨了好几刀 身负重伤 可即便如此 他也没有失去战斗力 他拖着重伤的身体 用石头扎向周围的敌人 而士兵钱达就没有 依杀这样的运气了 一群人眼看打不过依杀 全部围攻起了钱达 凶悍的敌人表示 打不过主角还弄不死你个配角 最后一群人 直接就把钱达论刀插死 看到队友牺牲 依杀这里终于坚持不住了 那个曾经他放过的孩子 给了他最重的一刀 他有些无力地坐在地上 一群阿富汗人欢呼着 此时首领灰胡子 也得意地笑了起来 他先是砍死了 单纯给商员喂水的厨子 又来到依杀面前 想要践踏被依杀 他们视为荣誉的头巾 不想依杀还流有一口气 他找准时机 用发簪扎死了灰胡子 阿富汗大兵们见状 就要将依杀碎尸万段 但是被另一位首领喝止 依杀的勇敢获得了他的敬意 他向依杀保证 不会再有人践踏他的头巾了 最后依杀含笑而死 而此时 这座药塞里还活着的 只有那名不敢开枪的年轻士兵了 他被困在阁楼里 阿富汗人不断地朝他扔着燃烧瓶 他被熊熊烈火包围 此刻他再无推路 最后他平静地从阁楼里走了出来 没有发出一句惨叫和哀嚎 他走到一名首领面前 抢下了那名首领的炸药包 与他同归于尽 至此 整座药塞21名士兵全部死亡 影片到此尽数 抛开故事的真实性和时代背景不谈 这部影片从情节流畅度和打斗效果上 还是非常不错的 影片带有浓重的印度风情 里面的歌舞表演让人大呼过瘾 最后的打斗场景更是堪称一绝 主角一人一刀 如同天上将魔主 人间太随神 那种搁酒子般斩杀敌兵的方式 估计也只有印度这神奇的国度 可以拍得出来 好了 感谢观看 如果你喜欢同类型的电影 一定要记得点击订阅铁哥聊电影 咱们下期再见